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新一轮冲突仍在持续,当地时间10月12日,以色列对叙利亚的阿勒坡机场和大马士革国际机场发动空袭,与此同时,以军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仍在继续。 10月13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在接受中心社采访时表示,此次以色列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意在对其进行恫吓,要求其不要介入巴以此次冲突。 而对加沙地带的空袭则是为其即将开展的大规模地面倾角行动做准备。 已经把加沙城的靠近以色列边境的一侧的大量民房和大量的城市基础设施已经摧毁了,现在至少产生了三十四五万的难民。 目的是要把贝特哈勒四十万老百姓和加沙城七十多万老百姓从城区当中赶出去,为以色列展开大规模的地面倾角行动,扫清人道主义包袱方面的负担。 此轮巴以冲突是否会扩大至地区战争? 董曼云表示,目前中东各方所持态度较为一致,都在呼吁立即停火,重启巴以和谈,目前看来不会扩大战事范围。 中东国家所持的态度,我认为基本一致,都在呼吁立即停火,落实两国方案,重启巴以和谈,以沙特、埃及、约旦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聚焦于呼吁立即停火,呼吁双方保持克制。 并且他们也都指出了,为什么会使难民遇到如此的困难的境地,那么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民,他的合法权益没有完全恢复,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这个应该是说属于温和理性的一个表态。 另外的一部分中东国家,你比如说像伊朗、叙利亚,他们也表达了上诉术的意思,但是呢,他们同时严厉的谴责了以色列,也严厉的谴责了美国。 目前看,离以边界,蓄以边界,有这个低烈度的焦火事件,但是现在还没有升级。 在叙利亚方向,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它的这个基层武装组织,向这个以色列方向呢,发射了这个少量的炮弹。 它不代表叙利亚政府准备同以色列大干一场,目前看呢,基本上就是这个档次,这个烈度,这个规模,没有升级的迹象。 随着加沙地带,医疗物资告急,死亡人数不断上升,未来战事走向会如何发展,停火和谈可能性有多大。 董曼元认为,以色列对哈马斯采取的军事行动不会轻易停止。 国际社会人道主义压力,国际战争法规的压力,它仍然非常的固执,仍然要继续把它这个军事行动进行下去。 以色列恐怕是不达目的,事不罢休。 此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国际社会纷纷呼吁停火,而美国则宣布对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 美国此举意味着什么?会对地区局势带来何种影响? 那么美国现在在第一时间就向以色列提供了支持,包括把美国的两个航母作战群给开过来,向以色列提供弹药,提供情报。 美国呢,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啊,加固美以战略关系。 美国现在增强在中东地区的军力,实际上是针对那些可能生支援哈马斯,存在这个军事介入可能的有关势力,有关国家,摆开一种震慑性的架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